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导书计算的几个辅助公式 首先先看下面这个类子 Y点XX次密对它求道 好了这个其实是密质函数一种特殊形式 我们知道一般的密质函数就是F的G次密 它的求道公式我们可以给出来 因为它我们前面说过是出等函数 把它画成一为底的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首先这部分求道就是它本身 它本身就是F的G次密 然后指数的位置拿过来再求道就行了 注意这个公式其实是一个半成品 我们之所以把这个半成品放在这 就是因为你如果把这个成品放在这 发现更难记 然后还不如记这个公式 好有了这个公式以后 我们对这道题可以直接同视了 首先X的X次密 它本身不动放在这 然后F和G现在相等 所以就是X乘乱X的导数 好了 X求道那就是乱X 乱X求道就是X分之1 然后就和X约掉了 所以最终结果就是乱X加E 这样的话这个就出来 那么这个公式它的优势呢 不仅仅在于求这种类型的 还有下一种类型 我们来看 五四个号下 这个个号里边呢 有一大堆 一大堆乘法和除法 那么要对它求道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按照正常的做法 复和导数求道 那就是五分之一 这里边这一大堆的 复五分之四次密 再乘以根号里边的这部分导数 根号里边这部分导数将会非常复杂 因为你要用这个除法公式 然后去计算呢 那计算量是很大的 我们现在呢 为了简化这个计算 我们说我们可以套这个辅助公式 这个辅助公式 它究竟能把这个问题简化在哪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呢 你注意到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的 这个密指函数 它其实是一个密函数 但没关系 它也是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密指函数 那么对它求道 首先是它本身保持不动 然后这里的GX呢 就是五分之一 那把五分之一拿过来 然后里边整个这一堆呢 就是FX 整个这一堆取对数 再乘以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可以提出来 剩下的这一部分要求道的话 我们来看 注意到这里面的乘法就可以变成加法 除法可以变成减法 这是用这个公式简化的地方 就是我通过取对数 可以使得这个变简单 然后你再求道的话就很容易了 乱X加一 一求道就是X加一分之一 这个一求道呢 就是X平方加一分之二X 那二一求道就是零 不用管了 X一求道 乱X一求道呢 就是X分之一 剩下的也都是类似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结果 实际上有的书上 对于这种类型的题呢 它的做法是这样的 就是两边直接给它取对数 当然也是和我们这个思想完全一致的 就是想办法把这个乘除变成加减 但显然直接用这个公式会更直接和简便 好 除了这个公式之外呢 还有三个我们也可以作为辅助公式 第一个呢 是长期函数乘以FX 这个常数呢 其实是可以提出来的 这个用乘法公式就可以得出来了 再有像GX分之一 它的导数 你用除法公式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你记住这些结论呢 计算的时候会简便一点 再有就是三个函数乘积的导数 我们说那么和那个承法公式类似 就等于分别每一个函数求导乘以另外的函数 然后再把它们加在一起 这就是最终的辅助公式